相信你也已经看到不少关于iOS16的新闻 尤其是那个锁屏界面 感觉大家看了都很high 隔壁安卓阵营的朋友冷静一点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iOS16的自定义锁屏界面 虽然来迟了 但做的还算是不错 今天要带大家看的 可不是所有人早就已经聊到爆的那些功能 而是苹果在发布会上 没有提及 但我却觉得蛮有用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Face ID终于支持横屏解锁了 在这之前 这是只有在iPad才做得到的 现在也终于下放给了iPhone 只不过苹果官网有明确的写着 只有支持的机型 这就让我有点担心 会不会不是每一部搭载Face ID的iPhone都能支持 希望只是我多虑了吧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之前发布过一个教大家如何隐藏照片的影片 但这些被隐藏的照片 其实还是可以在一个叫做已隐藏的相册里面找到 现在在iOS 16 能够删用这个功能的 如果你很常使用iPhone的原神相册 来修照片 像是调色之类的 现在你可以将一张照片修好的效果 复制贴上另一张照片 这应该可以让你在成为网美的道路上 走得更快 更轻松 既然说到了照片 iOS 16的锁屏景深效果 其实不一定要用Portrait Mode的照片才能做得到 一般的照片只要主体够突出 iOS还是能帮你生成有景深效果的锁屏界面 现在Portrait Mode也支持前景的模糊运算 Portrait Mode一向来都是专注在背景模糊 想要打造出更真实的虚化效果 但其实 有一点点的前景虚化 也可以为照片添加另外一种味道 这一次的前景模糊运算 也算是为iPhone的相机 添加了一点点的可玩性 而电影效果模式 Cinematic Mode 对于头发或者眼镜 这种主体边缘的虚化处理 也会在iOS 16上获得提升 在iOS 16 iPhone的YouTube App也拥有订阅的功能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 可以大大力的替我按下订阅按钮 什么?你是什么? 现在Facetime也支持Live Captions 在童话的时候可以实时生成字幕 但目前只支持英文啦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中文 问就代表你的英文不好 下一个功能 就是用拼音输入繁体中文的键盘 在iOS 16终于支持QuickPuff滑动输入了 而最后一个要分享的 也是我个人较为喜欢的一个 就是在iOS 16的键盘打字 终于有震动反馈了 每一次按键盘都可以感觉到 Taptic Engine清脆的震动 这绝对是我升级过后 第一个会打开的功能 以上就是十个 苹果没有在发布会上告诉你的 iOS 16的新功能 当然还是有漏掉一些的 像是Memoji又多了新的发型 还有鼻子可以选了 但是应该没有人care吧 说实话 这一次的升级算不上经验 主要的新功能都聚焦在了 锁屏界面的部分 尤其是在看着大家 为iMessage编辑和撤回的功能 欢呼的时候 我真的是一脸黑人问号 不过近几年 iOS的功能也逐渐成熟 要苹果进行大改 也算是不太可能了 只希望苹果会在每年 一点一点的 补齐我们想要的功能吧 你知道Sony在手机上 放了一个只有DSLR 才有的变角镜头吗 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屏幕上的影片去看看 我是CCK 这里是郭芬科技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Goodbye